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水彩动物的小教程 那么在讲这个水彩动物之前 咱们今天会引入一个知识点 那么这个知识点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基础的 那么是什么呢 就叫做物体的正负形 那么这个正负形的话 它不仅在咱们今天这个水彩动物当中会讲到 在风景 人物 花卉当中都会有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把这个正负形的点理解好了之后 可以方便我们在之后的各种创作当中 去更加自然的 更加灵活的去运用它 那么什么叫做正负形呢 那么我用这个简单通俗一点的这种图形的方式 来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比如这是我们的一个画面 那么咱们在这个画面当中 就让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举例 比如说咱们在这个画面当中 有一个物体咱们把它画成一个陶罐吧 那么在这个画面当中呢 那么这个物体的部分 咱们就叫做正形 那么它物体以外的跟背景衔接的这一部分 就叫做负形 那么咱们可以表示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呢 其实咱们的这个正形和负形 就很容易去看清楚 除开这个轮廓之外 所以咱们这一部分是属于它的一个正形 那么背景以及这个跟背景和这个物体相接的这一部分呢 就是咱们的 它就属于一个附形 正形的话呢 是空白部分 对吧 就是这个主体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理解的一个正负形的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先从正形开始画 也可以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创作 或者说在我们的练习当中 也可以从负形开始画 所以这两种的话 咱们自由的去运用 那么咱们今天的话呢 就来给大家去讲解一个 用一个示范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正负形的一个运用方法 现岗画了一个小动物 一个小鸭子 可以看到这个小鸭子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进物的这一部分 所以它是一个阵形 那也可以看到它在小鸭子的外侧 以及它跟它边缘交接的位置的话 它是会有一些背景的 那么这个背景呢 就相当于是它的一个负形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话呢 会使用一个先画这个阵形 然后用这个负形的方式来挤压出这个阵形 好 我们首先还是同样的 用这个橡皮 把整体的这个线稿稍微插浅一点点 好 我们首先呢 稍微用一个浅一点点的 一个浅浅的一个肉色 给这个小鸭子稍微的来一个底色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直接留白 但是我是想让大家看得更清晰一点点 所以我浅浅的先给它涂了一个肉色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话 我涂的时候是严格的 按照它这个边缘轮廓形来进行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 如果是通过重复形的方式的话 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这个轮廓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搞清楚它的这个绵暗关系 对吧 那么光线从右侧过来的话 那么在鸭子的身上 它哪些部位会有一个暗部 好 我们用这个稍微偏冷一点点的颜色 来画它的这个暗部色彩 那么在画它这个暗部色彩的时候呢 颜色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水分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画它的一个暗部 那么我们很直观的可以看到 在它的这个尾巴的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部分 它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暗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趁湿的去画它 趁湿的去画它的时候呢 它可以有一些这个颜色的韵染 可以再多一点点水分 包括它这个脖子这一块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控制好它的这个轮廓形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鸭子的这个颜色 对吧 它这个浅浅的这个颜色 因为它是一个白色的小鸭子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 就是亮部的颜色尽量给它留住 我们只去画它的这个暗部的颜色 这边稍微来一点点暖色 在这个底下这一部分 因为它的角可以当做是它的一个反光 对吧 把这个颜色给它画上去 把这个颜色给它画上去 但是不要画的太深太明显 轻轻的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简单的把小鸭子的这个颜色 简单的给它盖过出来 然后它身上这些小羽毛对吧 可以稍微的给它用这个尖锐一点点的笔 盖过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画它这个嘴巴的部分 它嘴巴的话是一个呈黄色的这么一个颜色 淡淡的这个黄色 我们一开始画的时候呢颜色可以稍微的 就画到这个程度 好接下来我们画深一点点 画它这个眼睛的部分 接下来呢就是它的脚掌 同样的脚掌整体会偏红一点点 颜色会比这个黄色稍微重一点点 这个时候我们同样的要注意它这个绵暗关系 它的光线是从右侧过来 那么它左侧这一部分的话颜色会稍微深一丢丢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浅浅的一个过渡 同样的我们用相同的方法来表现左侧的 左侧相对于说整体要灰一点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深一些的颜色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设计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画它的这个背景的颜色 那么画这个背景的时候呢 我们是通过压重这个背景的颜色 来突出这个小鸭子的这个亮部颜色 所以我们背景颜色一定要深 而且一定要控制它这个轮廓形 所以我们调色的时候呢 首先在这个颜色这一块 我们可以稍微调的多一点点 好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慢慢的开始来画它这个背景 所以在画背景的时候呢 我们要控制住它的这个轮廓 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讲的 我们现在画的是它这个腹形的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画腹形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它的这个通过加重腹形 把阵形给蹭托出来 所以我们在画腹形的时候呢 一定要控制住 不管是水分也好 还是这个形状也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在画腹形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的去着重练习的一个点 好我们接下来呢 把这个还有一部分 就这个小鸭子脖子这一部分 那么这一侧的这个背景 同样的也是通过加重 因为它这个主体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鸭子 它是一个亮色的 那我们想把这个亮色通过腹形的方式 把它挤压出来的话 那我们的背景颜色就要相对说要深一些 好那么这样呢一个简单的一个正负形的一个方式呢 咱们就把这个小鸭子给画出来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用塑造和调整的方式 慢慢的把这个背景给它丰富一些 我们用塑造和调整的方式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 通过一个正负形的一个方式 来给整个画面当中 以我们这个动物为例来进行一个示范 那么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画这个负形的时候 就是我们是先主要是讲这个背景这一块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几个什么点呢 就第一个我们画这个负形的时候 第一个注意背景与主体之间的交界的轮廓 那么第二个背景深 然后呢主体浅 我们在画这个阵形的时候呢 一定要控制它的边缘 然后呢我们在画这个背景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点就是要注意颜色的衔接 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小的这个动物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基本的颜色 包括我们在画的时候应该注一些什么位置 所以这一次呢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示范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是有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面留言 咱们下次再见哈拜拜